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铁钢的 李铁钢高级烹饪技师 天天饮食厨艺之导 今日推荐香菇酱爬豆腐 香菇酱爬豆腐 我们这个和这个豆腐是嫩的 爬起来不太容易做 但是这营养价值极其丰富 我们先慢慢说 先介绍主料辅料 主要就是豆腐 然后玉米粒 松仁 有一些鸡肉 香菇 这边就是酱油 盐 味精 水淀粉 糖 有一点面酱 今天咱们把香菇切成粒 切成粒 做香菇酱 说是咱们今天讲的是香菇酱爬豆腐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给大家讲香菇酱 它的剧作方法 对 因为这个香菇酱可以一料多用 对 拌面 拌饭 炒菜的时候搁一点 味道大不相通 对 或者说您家里有摘脸上班 要带便当 弄一点米饭 快一点香菇酱 配一点蔬菜 对了 就齐了 你看人缘好的话 可能多配点 好分的 对 没错 你看 先把苹果给我点上 好 倒油 一点点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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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润一润 润一润 在烧的时候 把这个锅里边放几个蒜片 让它香一香 好 香一香锅 好 把这个大蒜啊 给它放进去 让它 借这味 对 切一下锅 这个时候 就把火关小 关小 然后呢 把豆腐 放进去 今天咱们这个豆腐主要的技巧是什么 一面煎 为什么呢 让它呢 这面 有酥的感觉 这面呢 嫩的感觉 酥嫩并醇 对 让这个蒜油啊 往里边浸 对 当然 在家里啊 有这种不粘锅呢 效果是最好的 太好了 小火 别太大火 这面的颜色 基本上差不多了 然后呢 需要做一什么工作 来 烹点水 好嘞 好 烹上水以后 再烦 好 然后呢 就把它放到一边 哎 让这个蒜香啊 充分的浸入到豆腐里面 好 就可以了 行 然后这边 变火 变火 咱们做这个香菇酱 加一点油 您看加多少 好 好 好 这个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 鸡肉 好 放进去 多来点 多来点 好 多来点 香了 稍微动动的就可以 鸡肉很好熟的 嗯 很快的颜色就在发生变化啊 稍微一变色 哎 然后呢 把姜末 好 蒜蓉 入味 放进去 好 这个时候放那个蒜油和姜粒啊 嗯 它比较容易入味 对对对对对对 让它呢 在出这个水分的同时呢 吸收姜蒜的香气 对吧 用肉的香味 嗯 和它这个姜的香味 对 互补 没错没错 放入香菇 先炒着 我切一点红椒 好 好 一定要把香菇呢 嗯 从湿煸到干 哦 从干呢 再让它回湿 看这个对于香菇来说 也是一个先出味 嗯 入味的过程 对对对对 好 哦 真是啊 有量有量 哎 你看 这个时候呢 嗯 就可以加入一些 盐 盐 盐 好 好 醬油 加油 加点颜色 好 加一些酱 嘿 面酱 嗯 好 好 可以 少加一点点水 来 来 给它 记一下啊 嗯 走 嗯 其实我觉得 嗯 这时候来一碗 热腾腾的米饭 对 就可以了 太棒 嗯 然后呢 加入一些玉米粒 哎 增加一些粗鲜味的东西 好 好 少加一点点水淀粉 水淀粉 让它呢 收敛一下 就可以了 嘿 青红椒 哎 青红椒 哎 然后最后呢 哎 来一点味精 好 让它呢更鲜一点 好 好嘞 光火 大功告成 哎 来一点松仁 好 好 您看看 怎么样 很漂亮 来 其实这样就行了 哎 咱们别光顾了 对对对 还有豆腐呢 主角的哈 好 来来来来我看看什么样了 来来来来 看看 嘿 非常嫩 对 把这豆腐呢 给它塞个儿 看 看看 咱这香菇酱 来 真漂亮 你看看 哎 今天咱们这个香菇酱 茶豆腐 都剁成了 还颤颂巍巍的 您看看 是提刚 您这样啊 再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再从头盘点一下 把这个肉啊 放进去 煸炒 稍微一变色 加入姜 蒜 为了让它吸收它的香味 然后呢 放香菇 把香菇呢 要从湿煸到干 从干 再煸到湿 煸到湿 然后呢 加入调味料 对 再加入配 炒菜也行 拌饭也行 您不妨试一试 挺简单的啊 对 做出来以后您看没有这 这豆腐 都是活的 哈哈哈 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小朋友 应该多吃一些鸡蛋菠菜胡萝卜 明天高级烹饪技师李洁师傅 会巧妙地把这些营养丰富的食材 结合起来 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明天的奶汁鸡蛋菠菜 ED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